長江一號說 李葉廣仁這個稱號 不單因為他是超人的御用律師 他還是長逝和王的第一代董事 97年突然間入行會 為了不想有利益衝突 他辭去所有長逝和王的職務 施加16年重返長和 首要的任務是 說就是這樣說 但是彭及沈囂層上的李家設資問題 隨隨為李家護航 我覺得這完全不是事實 除了是箱 他沒有理由切一切最小的那檔 補充說 好像碼頭等等的業務 不是容易切的 那即是不切 還是想切未能切呢 更多的問題 他只是說 他公司的東西我就不合 就是你問一下 你會好一點 我會說 因為他喜歡說多少狠句話 一句問Fiktor回答 已經透露了小超人已經正式接棒 在長途事務上 他不想越左代表回應太多 講到出任聯交所主席期間 促成第一隻H股來港上市 他亦不敢居公自衛 說得多於本月離世的正經巨人列國偉 在1992年交給他之前 已經做了好多功夫 他帶好了基礎 事實基本上 大維新的改革 到我接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做完 所以我變了有時間 去做市場的發展 他一個是很正直的人 很正直 很為香港 今日 香港掛牌的H股有151隻 以至今年7月的市值計 超過4萬億 前印中落的樹 今日果子逐漸結下 但是果實是甜還是酸呢? 香港這個財金花園又要怎樣發展呢? 或者就要看看長江的後浪 何去何從 我 смыс了? 我沒有太想了 дорwho 曾分立有